寻觅真相 说出事实 欢迎大家来到真相的尽头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京城也扛不住了 为此我采访了一位房地产专家的朋友 看看他是怎么说 研究这房价在这么低下期 很多家庭真的要面临崩溃了 研究前几年购房者 目前至少有三文字一的家庭 在事实上已经破产了 他们的负债已经远超手里那点可怜的资产了 为什么呢 都是因为过去几年在研究高位买房子 因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意出现了问题 现在已经还不起贷款了 即便他们想把房子卖掉 还得在借计算 才能把违款还清 才能过后交易 需要用负债的方式才能卖掉房子 在过去的两年里 中国房价的调整就像是一场大戏 让那些投资者们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这事得从98年说起 那会房价一路猛涨 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买房才是积累财富 乃至实现财务自由的最快捷径 以北京三环为例 世纪初房价还在 3500元每平方米上下徘徊 而今 该地段房价甚至高达10万 换句话说 千禧年初35万的房子 如今已经要千万才能买得到 即使是素有中国最大税成美誉的燕郊 过去也凭借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房价一路占上了4.5万的高位 但因为需求量猛增 甚至当初有不少投资客预言 燕郊的房价要不了多久 就可以跃上6万之点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 人口来自于全国各地 集聚在北京 于是有了这样的称呼 北漂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 越来越多人都来到大城市的发展 不仅是北京 广州 上海等多个城市人口 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暴涨 伴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 对于住房的需求量 也在快速地上升 与此同时就推动了房价 以及租金的上涨 不少刚来到大城市发展的人群 发现面临高昂的租金房价 只能把目光留在更远的地方 这样才能降低自己的成本 根据公开数据显示 燕郊2006年至2016年10年时间 人口数量暴增了10倍 虽然燕郊不属于北京 但是距离北京天安门广场 仅有30公里 正是这种独天的厚的地理位置 也让燕郊的房价出现了快速上涨 2009年 燕郊的房价4000元每平米 2014年 伴随着房价上涨的大浪潮 突破万元每平米 2017年 价格达到了巅峰32800元每平米 部分中高端楼盘 更是突破4万元每平米 可没想到的是 隔壁廊坊市 在一纸更严楼市调控令的作用下 从此市场陷入前所未有的沉寂 房价也为没有了外地资金的涌入 从此一路狂泄 其实燕郊的房价回调并非意外 这个地区没啥优势 虽然是环京 但毕竟不是北京 而且不论从人口 产业 经济 等几大要素来看 都无力支撑那么高的房价 再说了 这几年出现房价下跌的城市 又何止环京城市 只不过相比之下 其他城市的下跌幅度 并没有那么夸张罢了 中国老百姓经历了三年的 经济下行周期 使家庭收入严重缩水 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 都不敢大额消费 去年到今年提前还按揭贷款的人 破历史记录新高 大家都在勒井库带过日子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在漫长的三年当中 46万家企业倒闭 8亿人负债 4亿人余期 三年来多少企业裁员减薪 多少小微企业倒闭 多少店铺实体店倒闭 亏损累累 这些造成90%的人收入减少 这个数量是非常巨大的 这就是购买力持续下降的最重要原因 一个深圳的网友 分享了自己的买房经历 六年前 他看中了深圳龙华的房子 550万 本来价格都谈好了 就差钱合同了 结果房主大哥大姐 临门一脚提出要涨价 非要把一部分定制家具 算5万块钱卖给他 相当于555万 钱和同时临时加价 这不是耍人玩吗 他们怎么可能同意 这不是价格不满意 临时找个借口要涨价吗 房主大哥还说 小弟啊 前几天别人560万要买 我没卖 看你和演员 555万再送你一套定制家具 你想想你赚了多少 难道就因为网友是英俊潇洒 风流涕躺的大帅哥吗 就因为和你演员 值得你放弃五万块钱 他们尝试商量552万 大哥大姐不同意 最后谈崩了 还闹得很不愉快 房主大哥临走时还说 像你们这种 为了两三万斤斤计较 没有破例的 怎么可能会在深圳混得下去 还想买房子 做梦去吧 谈崩了 房子没买成 还被大哥羞辱了一顿 当时想不通 现在想起来 房主大哥才是他的贵人呢 现在那房子挂牌320万 诚心谈价格还可以低 550万到320万 这可以省出多少套定制家具呀 谢谢房主大哥大姐 虽然知道你们的房子 肯定早就卖了 但还是希望你们好人一生平安 最近政策一波大招 市场信心反而越来越差 这就是当下深圳房地产的行情 过去三年 我们看到深圳房价的底线 从3万每平方米 跌到了2万每平方米 而最近 深圳房价的底线 已经跌到了1万每平方米 此刻 深圳1万家的楼盘有哪些 根据二手房平台的数据 整理了深圳单价1万家的房源名单 从表中可以看到 单价1万的房源主要集中在东部 平山和龙岗最多 大棚也有 但是因为位置太偏 就没列出来 光明和龙华各有一个楼盘 出现了单价1万的房源 光明的澳园和平广场 是西部唯一一个单价只有一万的楼盘 但仔细一查 发现这个楼盘属于商办产品 虽然是商办 但楼龄挺新的 2013年的次新楼盘 如果是纯正商品房的话 价格也不至于 只有一万每平方米 项目在光明老城区公明 同片区的二手楼盘 单价在四万每平方米左右 不过光明新房内卷严重 把二手房都卷死了 即便是四万每平方米单价 也没人接盘 更别说商办产品了 从2015年开始 房价这事就像一股风 从一线二线城市吹到了三四线城市 那些三四线城市的楼市 被棚改刺激 炒房客的推波助澜 还有知名房企的名牌一家 硬是逆风翻盘 房价从原来的三五千元 直接突破万元 但这种靠外部力量支撑的楼市 说白了就是一堆泡沫 房价怎么涨上来的 最终还得怎么跌回去 果不其然 如今三四线楼市已经被打回原形 根据第一财经官方账号报道 张家口主城区的房价 距离最顶峰的时候 已经下降了近四成 多个楼盘迫于现金流和销售回款压力 开始降到低于成本价销售 更值得注意的是 部分三四线城市开始鼓励楼市消费 根据媒体爆料 南通下辖海安市将实施购房惠民补贴 其中关于人才购房 最高按每平方米600元标准 给予购房补贴 多孩家庭也能享受政策优惠 购房时平户口本或出生证明 在市场价格基础 上二孩家庭给予每平方米200元 三孩家庭给予每平方米400元的优惠 还有湖北省京门市中心城区房地产 对于毕业五年内 且承诺在中心城区连续工作五年的大学生 包含大学本科生 专科生 从新政实施起一年内 在中心城区首次购买唯一新建商品住房的 以家庭为单位给予一次性补贴 具体补贴标准尚未明确 对购买非住宅类商品房的 按照成交价1.5%给予一次性购房补贴 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五万元 大城市的房价水涨船高 动不动就是好几万亿平 这让很多年轻人有了回家乡城市躺平的想法 但当他们真回到了家乡 才发现原来老家的房价也不便宜 现在大多数三四线城市的房价都在一万每平米左右 比起一二线城市却是便宜了很多 但小城市的收入也不高 多数居民收入不过三千左右 按照房价收入比来算 房价真不比大城市便宜多少 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 其实和大城市有很大的差别 尽管大城市房地产市场交易量相对低迷 但居民的需求还在 每年都有大量的毕业生涌进大城市就业 同时大城市的房价有一个预期的底线 哪怕是不看好大城市房价的 顶多也就认为未来会跌个三成 但三四线城市人口在不断外流 有能力的年轻人都在往大城市跑 三四线城市不只是交易量低迷 空置房的数量也是触目惊心 从当前楼市的真实行情来看 三四线城市的旧市是一项兜底调控 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楼市稳定 逐步化解房地产金融泡沫风险 当前一二线城市房价持续下跌 落户门槛同步降低 三四线楼市购房需求长期外流 房价根本不具备继续上涨的基础 地方只给予新房购房政策优惠 无疑会进一步挤压二手房的销量 投机性房产很大概率会砸手里 二手房挂牌量的多刮 往往是房地产市场动态的一面镜子 它映照出购房者和业主 对市场未来走势的预期和信心 挂牌量一增加 通常意味着小业主对短期内的二手房市场抱有期待 但对长期就不那么乐观了 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出手 反之 如果挂牌量减少 那就意味着小业主对市场预期高 认为未来房价还有上涨的空间 因此选择按兵不动 国庆前后这段时间的二手房市场 和之前一架换量的情况有所不同 新政之后的二手房挂牌中 涨价的房源开始多起来 砍价也没那么容易了 新挂牌十套房源 总有一两套是跳价的 大概是这个比例 之前接受过美京记者采访的房东张女士说 她的房子跳价之后 依然有人来看房 约谈 但客户还是用拖字诀来砍价 中介则力图说服张女士 降回跳价前的价格 不想降价 不能成交 那就继续挂吧 张女士坦言 上海中原地产分析认为 短期二手房谈判会遇到压力 和今年五二期政策出台后一样 房东跳价 吸收的案例开始变多 但市场主流不是跳价 总体来看价格还是比较平稳 根据新政后的部分片区成交情况来看 两类房最好卖 房型 楼层属于小区内名列前茅的 或者房价较低的 其实现在的价格都很透明 很难往下谈 太多 涨价也难 只有低价挂牌的存量都消化掉 供小于求 才可能涨一点 根据林平居住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 2024年楼市第41周周报 2024年第41周 重点时程二手住宅成交量为17269套 环比上升438.31% 同比上升207.28% 重点时程节后五天工作日 2024年10月8日至12日 二手房日均成交3,235套 较第三十九周 除9月28日休息日外 日均成交2812套 上涨15.03% 分城市来看 第41周十二个城市的 二手房成交量 环比显著回升 假期前后对比来看 八成节后 五天日均成交量赶超节前 四成呈现下降态势 从累计成交来看 北上升 杭州 郑州这五成 今年十月前13日二手房成交总量 赶超去年同期 分别为累计同比涨幅 百分之十八 百分之76.8 百分之57.2 百分之53.1 以及百分之21.2 很多老业主看到这个数据报告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非常开心 是不是最近的二手房市场又回暖了 自己终于不用再降价去卖房了 但是如果你们懂股市的话 你就应该会懂得为什么每次在有利好消息的时候 就会有比较明显的成交量回升了 要赚钱 就要学会买在无人问金时 买在人生顶废处 这是获取最大收益的关键 大家可以看看二手房的相关数据 大多数都是在讲看房人数 手楼处咨询量 成交单数的回升 但是没有人讲成交的价格对比 以前是怎么样的 我观察了一些小区的卖房记录和宣传文案 这段时间的打折力度 其实差不多是2024年最大的力度 也就是说 这其实还是在以价换量 一些自媒体和中介大力宣传了一些楼市的热闹 结果真有一些老业主相信了房价要涨 自信心加强起来了 甚至有想趁机涨价的 帮助了一些精明的业主 在利好时甩掉了自己的房子 这一段时间就会变成交的